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视觉纹是赤者五珠特有的纹饰 是先对比较少见的 这让我小小的高兴了一下 毕竟就这样一枚赤者五珠面视觉纹 它的一个价格不会低于100元 所以算是剪了个小小的肉 赤者五珠是郡国五珠向上林三光五珠过渡时期产生的 只铸造两年就被汇止了 是汉武帝发行的白金三品白鹿皮币 大型虚子面虚子钱币之后的右翼虚子钱币 赤者五珠以一单五 就是说一枚赤者五珠相当于五枚郡国五珠 赤者五珠为了区别于郡国五珠 在铸造的时候 在钱币上铸造了一些符号文饰 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面视觉纹 第二种就是穿上杠 大家看一下 这枚窗口上面有一杠 第三种就是穿下半形 这些纹饰 除了面纹 面视觉纹 随次则前置 它的废子在位柱形外 像穿上杠 穿下半形 这些纹饰 一直沿用着西汉末期 所以 一般我们见到的五珠钱 如果有面视觉纹 那它一定是赤者五珠 但是穿上杠和穿下半形的五珠 它的断带就需要去分析它的面纹特征 和形式特征来去分 这个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这些纹饰